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台事夜线新闻 我是谢安 所以一开始带您关心今夜的最新消息 台北市场柯文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正在进行居家照护 虽然他今天早上有透过视序依旧有主持府内的会议 但是我们看看画面不时在咳嗽 还有醒鼻涕 暂话还有浓浓鼻音 感觉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那柯文哲今天晚间PO出了最新自拍的影片 他说昨天晚间有一些发烧 但是经过休息之后状况已经好很多了 还说家里头有两个医生啦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忍不住咳了又咳 柯文哲确诊第二天一早七点半 视讯主持试证会议 布置聆听同仁抱抱时咳个不停 还布时闭上眼睛 搓揉眉头大约十秒 看起来很不舒服 还是按照科学嘛 科学上是不是要鼓励打 讲话都有浓浓鼻音 鼻涕也醒个不停 脸色明显很憔悴 科文就确诊后采居家咒户 但状况比起前一天实在差很大 幸好经过休息晚间已经恢复元气 昨天晚上比较不舒服 会翻来覆去 所以早上开会的时候 就看得好像很没力的样子 发烧就定期吃普纳的 中日刚快山阳性 随后PCRCT值16 只有轻微喉咙不适 没想到当晚就开始发烧 病毒威力不能轻忽 因为有时间休息 黄珊珊以确诊过来人身份给出建议 而虽然柯文哲症状逐渐明显 但她也透过师傅表示 家里头有两个医生 请大家不用担心 目前只有些咳嗽鼻塞 而如果以居家招呼7天后 能解除隔离计算 市长可在30号凌晨0点解隔 当天有望亲自出席市政总质询 这几天先在家里头休养 透过视讯指挥 就算挂兵后市政也不中断 记者黄美肖瑞轩台报道 请监구요 请监 kanske